接近波折 总统蔡英文宣布 剩余的超真税收1800亿 都会以全民共享的方式来发放 而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松口了 规划发放现金 有党政人士就分析 发放的时间点在年后非常会有机会 年前也会宣布让大家有盼头 超真的税金怎么用 元旦谈话 总统蔡英文浇了一桶冷水 原以为还税渔民没指望 结果两天后 说要以备不时之需的这笔钱 突然又财政许可能全民共享了 全民共享用发现金的方式 但这要有法员的根据和预算的编列 要经立法院的同意 不是私下发红包 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 1800亿扣除必要支出后 剩余的将用来发现金 外界预期行政作业以20到30天估算 最快要等农历新年结束后 才能领开工红包 但若人人有讲 全民普发不排富 算是钱用在刀口吗 国民党认为 应该针对月薪不满3万的 210万名劳工 每人领现金3万 25.5万中低收入户发10万 78万名学贷族利息全免 并应该在一周内公布实施细节 农历年前入账 年后启动税务检讨 避免好事做半套 也不是人人入社会就可以零9万 疼惜疼惜这些在边缘的年薪人 因为7月的时候才会审计部才会确定 就是到底有多少钱 但是你说真的要等到7月审定之后 再来编这个东西吗 那就变成是他只能够编在追加预算 这是一个 然后要不然就会是特别预算 所以时间点上面来看的话 我是觉得如果真的要做 那就尽快 OK 但是前提就会是 我不能够看到债务的增加 劳工要安心 劳工要安心 支票要怼现 支票要怼现 国内物价失控 租金指数创新高 回顾2022一整年 广大劳工还得面对求职诈骗 劳动基金严重亏损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 眼看政府顺应民意 发钱减少民怨 劳工团体直言 宁愿政府做好公共服务 比发现金更能改善人民生活 我不认为发现金是一个最好的途径 反而是说 我们如何去有效的去缓解 过度市场化的某一些的服务 比如说长照 比如说我们的托育 我是非常反对什么叫特别预算 那个什么 我讲过嘛 前占预算8400亿 国防那个 防疫特别预算8400亿 那再加个国防 国防特别预算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话说的直白 因为这六年多来 蔡政府税收超征高达1.1兆 不过前瞻计划 国防特别预算 防疫特别预算 举债却越来越高 柯文哲质疑 蔡政府拿超征的1000亿补贴电价 和劳健保财务缺口 不只杯水车薪 也缺乏公平正义 税来补贴这个电价水价 这表示什么 你是在补贴那个用电大户 这到底有没有公平性的低点 第二点 劳保费要破产 这是个实际的问题 到底要怎么去应付 要补底抽薪 而不是说今年去补 那我们明年怎么办 补台电那个东西 当然是不应该 那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应该透过电价 然后是不是错误的能源政策 然后导致就是电价高涨 大企业而言 他享受的事实上是非常廉价的能源 所以这个东西当然就会是 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在公用失业这个部分 那完全破坏那个精神 原本说不发现金 要人民多体谅的蔡总统 最新贴文大转弯 表示将保留一定额度 透过发现金全民共享 不过发现金看似皆大欢喜 就怕是烟火式政策 改变不了结构性问题 更填不了国家债务黑洞 TVB的新闻 罗士鹏 戴源立台被报道 而超新税收 要变成人人有奖的开钩红包吗 决策政策在绿营里 峰回路转 发生了什么事 交给佳琪 这几天台湾民众关心的焦点 都放在了 到底过年前 会不会蔡政府来发现金 让大家过个好年呢 不过今天传出好消息了 的确现在要往发现金的方向前进 不过呢 当时总统才说 这钱要花在刀口上 其中这个政策拍板的转折又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在1月1号的时候呢 当时总统蔡英文就说了 当然全民共享并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他希望这些超征的 4500亿的钱要花在刀口上 但是自家立委呢 似乎就相当反弹了 尤其是民进党的立委 各派系呢 都跳出来呼吁蔡总统苦民所苦 而且要发现金给民众是最直接的感受 那么现在显示败选之后呢 在党内似乎还是鱼波荡漾 大家接下来面对2024的选举 无非都是希望让选民能对他们 更有感更有记忆点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 尤英龙就说了 他说其实呢 今天已经排版这1800亿保留一定的额度 发现金的方式全民共享 他说这已经凸显了蔡总统决策的权威性 那么受到朝野立委跟人民的挑战 九合一选后新的政治现象 这样的现象呢 不会只出现一次 他说在2024大选之前 蔡总统受到的挑战 还会越来越多 这相信只是刚开始而已 劳工都想过好年 但没钱万万不行 去年底开办的劳工纾困贷款 两天就冲破了40亿 一边挑水果 一边跟店员讨论消费者的喜好 赵曼白不是来买水果回家吃 而是为自己经营的水果电商补货 65岁的赵曼白 过去是游走世界各地的导游 疫情这三年 他用一个惨字来形容 这三年当然收入几乎等于零 我们过去留业 我们都是一个家庭 很重要的一个生产者 重要的一个经济来源 那突然失业了 那而且如果像我的年龄 是中年失业的话 更不容易找工作 被偷走的这三年生活还是得照过 中老年失业对他来说是一大打击 但赵曼白没有因此举白旗 而是另辟新战场 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水果电商的这样的服务 我还有一个物业管理的工作 大业班做物业管理 其他时间斜杠学做网路生意 批发买卖水果 日子逐渐回到轨道上 过去还不稳定的时候 一度透过劳工纾困贷款度日 各行各业还处在从衰退到复苏的过渡期 年关将近 针对还没重新站稳脚步的劳工朋友 劳保局也推出每人最高10万输困贷款 让虚款恐急的民众好好过年 因为年中的时候 家里总是需要相对来讲开销会是比较多一点 可能要给小孩的压税钱 可能要准备一些的钱 过个好年 然后另外可能马上过完年之后 小孩学校开学了 他可能也要去缴这些学费 符合劳保年资满15年 没基欠保费等条件的劳工可以深贷 截至去年12月30日 申请件数达74,220件 申请金额超过74亿720亿万 核准资格者承办银行将在农历年前 全数完成拨款 它是属于一种低利贷款 前六个月大概就是还洗不还本 从第七个月开始 就有个年本代行的叫还 用劳保的钱来说 劳工的缩困 我们比较担心的一点 因为劳保基本上是个社会保险 所以我们很担心的是很多劳工 他可能把这个 他这个从这个劳保去贷款出来以后 他没有还了 实际上现在目前的这个待账的比例 好像也不低啦 10万元纾困贷款 就及不就穷 以大方向来看 不一定能解决劳工烦恼 人力银行调查 去年高达72.2%上班族 在职业上有负面影响 门成为职场代表字 今年的展望 则期待能乱中求稳 基本上你要让他稳 就是让他能够有个 具有定所 然后他的在与班的这种开销 能够不予配法 所以这种情况比较 当然最主要的就是 靠他的我们的记忆的劳动所得 那这种劳动所得的 基本上长期来 我们还是觉得偏低啦 那这种偏低的情况比较 他当然政府可以一方面 强劲办法来提高薪资 劳保借贷治标不治本 提升整体薪资环境 才能促进劳工的幸福感 TVBS新闻 陈尤祥想往后与台北采访报道